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被关怀 2017年 一对夫妇向我们求助 他们的胎儿十五周流产 领取围体好的慌状 是他们可以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件事 也是抚平他们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 但是法律是不容许他们这样做 未满二十四周的流产胎儿 只会当作医疗废物 流产胎儿一个生命 怎么可以当作医疗废物呢 这个安排也都令到家人受到第二次创伤 修改法例虽然是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 这样在一个月之内 政府批准了我们在茶湾天主的墳墙 画出一幅地 可以合法安装未满二十四周的流产胎儿 他们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天使花园 代表流产胎儿会成为天使 听着欢乐众的旋律返回天国 希望这个安排可以令到父母释怀 天使花园就要换醒社会对生命的尊重 以及对亡者家人的关怀 感恩见到有不同的机构 开始为没有宗教背景的家庭提供流产胎儿的安装 人道精神就是珍惜生命 热爱生命 发展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